疫情下,今年香港人都減少出外 游客量更加暴跌 加上经济疲弱,失业率上升 香港人的消费意欲就更加低 令到不少商场的人流和消费额都下跌 不过,有主公本地客的商场 在今年疫情下的生意仍然保持稳定 他们靠的不是紧缩开支 而是更加积极做推广 其实我们一月份的人流是挺好的 因为那时候有链销市集 去到一月尾开始有疫情 其实一初头都挺大打击 因为开始的人一初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在2月、3月曾经我们的人流和商户销售 可能两三成左右 D2Place直以本地客为主 亦市下没有停步,反而采取多项市场策略应对 例如持续举办推广 提早推出节日优惠和活动等等 可以说是成功旷疫 经历了四波之后 其实我们都叫做稳定 个别月份 例如1月份、3月份、7、8月和10月份 其实人流和销售是比往年甚至再往年上升 变成了我们整个事都不是非常大的影响 要在役下取得成功 除了有良好的市场策略之外 对于Leslie而言 关键在于团队间的互相合作 我们整个团队都很着重这个can-do spirit 我们觉得有晚事也好 其实有那个can-do spirit 有个passion 还有我们集团很推行他的design thinking 所有东西都是要bring out the box 试一下另一个方式去approach 老板是很愿意给大家机会去尝试新的策略 有些creative的wild的ideas不要紧要尽量去尝试 不试就怎知能行得通 这个是我们整个团队的精神 令到大家就算在疫情下都会很努力去试新的tactics campaigns,promotions 凭住越是疫史越不能停步的态度 D2Place今年将重点发展 宠物有善设施 天台有机农庄 和增加娱乐及玩乐元素 希望在市道复苏之时 即时提高消费者体验 他们都很喜欢宠物 或者就算未有种药物的人 其实都很喜欢宠物 我觉得整个社会很strong 他们都很喜欢留在D2Place消费 参加活动 所以我们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做PackFriendly的一个措施 我们二期的天台就是 一开始有机农庄 但是未完全 他做了第一期的装修 第二年的装修 我们应该是夏年的年头第一季会完成的 因为有疫情影响 其实我们本来今年想做的有很多workshops 本来在性冷截之前也做 我们Summer也想做一年串的workshops 很可惜做了两三个礼拜 其实已经是不能再继续进行了 因为有疫情的影响 我们希望下年随着疫情慢慢缓和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多一些 自然的workshops 另外就是会集中在多一些 娱乐上的布局 和多一些娱乐上的 这个新的一个mechanism 我们会在下年慢慢推出 今集营商有机 历史不停步 要有cando精神 就算是有机会 好了 我们下年等一下 我们下年糊涂和红色 也不要穿过 我们下年糊涂和红色 也是一起做红色 用黄色红色 对红色 就算了 有红色